攸关国家门面的桃园国际机场 在昨天下午竟然发生史无前例 空桥倒了下来的意外 空桥倒塌的第二航下 第六登机门 在今天已经是禁止停靠飞机了 那么韩国的原厂机师 现在也已经来到台湾 来做进一步的检修 但是到底为什么会发生 这样子空桥倒下来的意外呢 报告还需要等待进一步出路 用支架将断裂空桥撑起 几位韩国原厂机师 拿着相机拍照鉴定 明明是2005年才启用的 第六登机门空桥 竟然无预警断裂垮下 让几位专业机师也看傻了眼 一桥它是没有使用的 所以SQ它是停二桥 结果没想到在下课的当中 桥就砰就这样子 那时候长情在后面 长情就说还好没有什么事情 没有人在那边 本来有人在家面 对 经过跟航务组维护厂商 跟我们本来的航务组报修 已经就是停用 停用了 所以这个桥是没有 旅客没有在使用的空桥 航站人员表示 意外发生是因为空桥 升降支柱的焊接点断裂 上午紧急请来原厂机师 进行维修 并且关闭第六登机门 航班旅客全都转往 其余九个登机门进出 旅客看了空桥的惨状 只摇头 是太离谱了啦 这种东西在尤其是那个 有没有国际机场 就台湾的那个安全没有做好 安全上面都没有做好 因为就是现在会发生问题 应该是之前就已经有一些问题了 代表国家门面的桃园国际机场 出了大酒 航证方面变得很低调 不愿意多做解释 目前能做的就是把伤害降到最低 明新闻赖国斌桃园机场报道